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传法 讲法 最后这个勉励他的弟子们 听武记 心地含诸种 每一个人的心地三界为心 万法为四 三界为心 所以每一个人的心如同大地 含藏着许多菩提的种子 那么等法 谱降后 法育谱降后 种子多生根发芽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众生 他的 我们上礼拜有提到就是一个为四中里面讲的种子是现形 现形 熏种子 所以这个过去的过去所做的善而无际业就变成了种子 在今生这一期生命 每一期生命它有不同的目标 有不同的目标 不同的境界 所以每一个叫这一期生命 这一期就是一段生死 那么我们众生是分段生死 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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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你的到世间来 你的剧本是什么 写好了 那么这叫一段的生死 叫一期生命 那么根据 根据那个什么经 什么论 它上面有讲说 叫一期 一页饮一生 或者多页饮一生 上面讲就是 我们这一期生命是由于一个页饮一生 或者是多页饮一生 一页饮一生 就比如说你这次来 你是要为国家效命 去当兵 当完兵完了之后 暂时在沙场 就一页饮一生 你是为国下宗 多页饮一生 你有时候做这个 有时候做那个 有时候做那个 你在多个方面来了解你的医生 所以我们这一生有多页或者一页的区别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种子 在这一期生命里面 我们要现前 那种子要现行才有用 种子不现行的时候 种子是带着来的 你的时辰还没到 不是不报 时辰未到 时辰未到的时候 你的这个种子是在随眠喂 请你们注意 是在随眠喂 就是种子还没有现行的时候 叫随眠 种子现行就变成习气 所以呢 每一个人的种子 心地都含着诸种 含着很多很多的 菩提的种子 这边讲的是菩提的种子 就表示你都有善根 但是不一定每个人 每个人都有善根 都有恶根 多有无计 所以善恶无计 通通都带来 通通算种子 普与细接生 普与就是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种子 如果你放在抽屉里面 放在market的包包里面 这个纸袋里面 它不会变成菜 你一定要买回家之后 把这个打开来 下到土里面去浇水 然后呢 加上养分 这个种子 它才会普与接细接生 这个种子才会现行 才会产生 所以呢 这个叫 各位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业力 都有他因缘 都有发愿 都有一些不可思议的一些过去的因缘 那么所以你们现在还没有等到这个缘分 缘分还没到 时辰也还未到 你该破山雾道的缘分 时辰也还没到 你该这个做成就什么东西的缘分 也都还没到 什么时候到 那不一定 要看这个因缘 看你的剧本上面怎么写的 所以呢 大家都不着急 你们现在赶快的累积福报 累积你的智慧 智慧福的因缘 该看书的赶快看书 该修行的赶快修行 不要去一天打妄想 什么普渡 众生 那个都是假的 告诉你 你渡不到的人 你因为去渡没用 你该渡的人还没到 你在里面白忙活 也没用 知道吧 这顿悟华情 顿悟华情 如果你能够领悟到顿悟的含义 那么菩提果自成 如果说你今天有因缘 学到了佛法 人家说身为人生难得 这是一个 第二 身在中国很难 身在中国 中国还有 中国十四亿人口 有很多是外道 有很多是乱七八糟的 是五卓 二四 多在 中国全都有 好的 坏的全都有 你们只看到坏的 拼命讲中国坏 你们就看不到中国还有很多好人 还有很多菩萨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那边用他的偏见 在那边看众生 看这个国家 看这些事情 十四亿人身为人生难 身在中国难 在中国里面你身在佛教的家庭里面很难 佛教你还要不要 你还要身在禅宗的家庭里面 你身在念佛家庭有什么用啊 你身在密宗家庭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然后呢 你是好了 你身在禅宗的家庭 你身在禅宗家庭 一天都要打坐 爸爸妈妈打坐 大家跟着打坐 成天这个山 那个山 又是佛光山 又是法谷山 又是中台山 什么山 什么山 跑遍的山有什么用啊 你的音源没到啊 你还没碰到你的师父啊 对不对 你还没有碰到你的破产的音源呢 对不对 所以在世间要成就一件事情 那是要花很多很多的心血跟功夫 那么音源成熟了 顿悟花情 你还顿悟了 你见悟你都见不了 你还顿悟了 你顿悟了是顿什么东西呢 是礼物还是事物呢 你是读经 听一听 哦 我懂了 你就以为你顿悟了吗 找得很了 菩提果自成 这是六祖大师 已经告诉我们怎么修行了 对不对 好了 下一段 六祖大师又说了 其法无二 其心亦然 这个佛法一定要注意 佛法是不二法门 永远要注意 永远要注意 是不二法门 为什么大家不懂什么叫做佛二法门呢 就是因为众生每天在执着在想 在用 我今天光打一个座 我到底是要用观心法门 还是观呼吸法门 还是二十五元通 还是什么十八 还是四禅八定 还是什么 光这个禅修 光一个方法 我告诉你 在智者大师 在编天台指观的时候 它是综合了中外 两千多种不同的禅修方法 听清楚了 两千多种 包括外道 包括正道 光一个禅修的方法 就有一两千种 你怎么选 所以你还顿悟 你没有碰对人 你找得很 我可以告诉你吗 你这辈子都顿不了 你被礼物事物都顿不了 你们大家都是瞎子 碰到了姻缘 就不会抓 成天就忙着忙那 忙有什么用 佛法是不二法 为什么变成了二法 变成三法 就是因为大家 一天到晚执着在外向 执着在相 缘起嘛 缘起就要变成相 你不能变成无形的人呢 你不能变成这个隐形人呢 所以你要有这个相 但你有这个相 那完蛋了 我今天看你 那个样子 不顺眼 相上又执着了 修行方法 有几千种 你也不知道修哪一个 体相 用 你什么都不管 你就成天跟着相再转 跟着用再转 到底要怎么用 到底要怎么修 到底要用什么样 成天在搞外 所以我们禅宗讲 这个心外求法是为外道 什么叫心外求法呢 你的心成天看外面的东西 看别人不好 看别人的这个样 看别人不顺眼 看别人怎么样 成天在看外向 自己也不修 自己也不行 你通通都是在心外 在求法 心外就是对于体相用的心 多放到了相 成天看这个不顺眼 看那个不顺眼 相跟用 那么你忘掉了你的本体 你忘掉了你的本体 你的佛法就没有佛法 佛法我们上个礼拜有讲 在这个大伯罗经里面讲的 相不可得 因为它是空的 行 行也就是用 基此用 离此用 我们禅宗讲 基此用 离此用 用要不要用呢 用 该打的时候就打 该骂的时候就骂 这叫基此用 用完之后 被打的人气呼呼的 打的人潇洒的很 基此用 离此用 你呢 被打了 被打了心怀痛恨 所以你就永远执着在那边 很多人就是这样 失掉了他修行的机会 众生为什么不能成就 就是这么简单 体相用 体相用 你用错了心 你不该执着的去执着 该执着的你不执着 该用心的时候不用心 不用心的时候偏偏要在那边 搞得个小把戏 小心眼 这就是我们众生 怎么可能有成就呢 所以我们要了解 其次佛法并不是那么难 只是把我们的念头转一下 把我们的心转一下 把我们的注意力转一下 把我们执着的地方转一下 你就走到正途上去 否则的话 你全部在心外求法 全部是外道 你们要听懂这句话 听清楚这句话 OK 所以我们六十大师说 佛法都是无二 佛法本来就无二法 为什么 因为到最后 心是空的 体是空的 相是空的 用都是空的 所以辩证的结果 就统一都是空的 所以为什么 佛心 佛众生 不一不二 你凭什么 去跟佛 不一不二 因为如果你能够做到 体相用 通通归于不可得的空性 那你就跟菩萨 跟佛的心性一样 它是不二法 空法 我们是三法 一生二 二生三 道家讲的 所以我们道家 永远成不了佛 就这个道理 所以 其心亦然 其道清静 亦无诸相 这边就是否定的相 如等 尽管 空其心 这叫做行 其心本尽 无可取舍 这是体 各自努力 随缘好去 看到没有 这一句话 就是在讲体相用 佛法 离不开体相用 所以你们了解了 你就知道 相不可得 你不要太执着 用不可得 八万四千法 法法平等 也不可得 最后你求到了体 你正到了体 空了没有 你正到了 才算 正不到 对不起 都是胡说八道 管你是多大的和尚 管你是多有名的和尚 都是 都是胡说八道 这就是我们六祖大师讲的 其法无二 其心亦然 其道清静 亦无诸相 如等如冠 尽其空 其心 这就是在讲体相用 下面一段 有一个和尚就说了 沃伦记 有一个和尚叫 沃伦 他自己 以为修行很高 就跟现在很多 你一讲 我在这个中国打气 打禅 一讲打禅 人家就说 你这个定功 讲定 我在那边告诉他们 不准你们入定 然后他们说我是外道 我不准他们入定 他说我是外道 你说是不是混蛋 是你对 还是我对 我交了半天禅 结果他回来跟我说 我打电话 问了我的朋友 他是修定的 他说你讲的不对 记得我要命 自己都搞不清楚 什么是正法 什么是正途 好了 这边有一个沃伦讲了 沃伦有伎俩 人断百思想 对境 心不起 菩提 日日常 这就修定了 我告诉你们这些修定的人 你们特别小心 特别注意 不要以为你了不起 找得狠了 人断百思想 坐在那边 什么思想都不讲 什么念头都不要 对境 心不起 进进来了 心不动 修得好不好 修得不错了 对不对 对境 心不起 能做到这一点 已经相当有功夫了 不错了 对不对 菩提日日常 菩提一天比一天长 菩提本质 本质具足的 他还日日常 不晓到哪里去 知见的错 你修行 知见错了 你日日常 常个鬼啊 常 对不对 我们六祖大师怎么讲呢 六祖大师说 这个没有明星见星啊 这个找得狠啊 你坐在那边 你以为你陆地了 你以为你不断思想了 你以为你mindfulness了 就了不得了 都是佛了 佛个屁 西方世界修禅 修通通mindfulness 这就是讲这个mindfulness 对不对 对境 吸不起 人断百思想 这不是mindfulness 是什么呢 你还菩提日日常呢 全世界 还弘扬呢 英国的牛津大学 还专门设立一个mindfulness institute institution of mindfulness 在全世界培养了几万个讲师 到全世界去教mindfulness 中国也在教 大家都趋之落乌 不得了 牛津的 MIT的 创办人是MIT的一个医生 学的是小秤的禅法 全世界流行 全世界捧 我就笑 我说好 好 多传一点 如果他们懂得中国禅法 那也得了 那还有咱们混的份吗 所以六祖说 为本慈祭为明心地 并没有误到 若依此而行 是家戏父 听清楚 六祖讲的 如果你要按照这种方法 去修的话 你是另家戏父 就是头上安头 打坐 往那边坐 你在想 东西来了 我赶快去把它止掉 你在 东西没有来 你在想 他什么时候来 东西来了 我怎么止掉 你是不是头上在安头 你路定有什么用 你弄四禅八定有什么用呢 六祖大师讲了 会人没伎俩 会人就是讲 我没伎俩 我没本事 不断摆思想 不断摆思想 任何年头来了 左耳过去 右耳就出去 我不断它 年头来了 就让它过 飘过去 I don't care who you are 不断摆思想 就跟我们 这个维摩诀 就是讲的 百花 从里过 遍夜 不沾身 这是我们 禅宗的气派 哪里是你们这些 小臂 小眼睛的 什么密宗 什么 什么美国的 Mifeless 什么小秤 可以比的 早得很 不断摆思想 对近 心速起 看到就看到 怎么的 我心不动 就是了 菩提 这么长 你日子长 菩提 本质具足 就这么长 你还有真 还有解吗 有真 就会有解 有生 就会有灭 它是对法 佛法讲的是 不二法 不是对法 它是辩证 统一的 我们学佛法 你这一点点 小小的心法 如果你没有搞清楚 我可以告诉你们 禅你们都是白修了 我在台湾参加了 那个 那个什么 寂寞的 他们那个什么 什么论产 然后他们就问我 你懂的什么 叫做舍事用根吗 我就笑了 我说你还好意思 讲这个话 你还是博士 你还是博导 你还是扶导了众生 你还好意思 问我这个话 什么叫做舍事用根 光一个舍 光一个用 就已经错了 听懂了吗 所以为什么我们禅宗说 出口就变错 动念极乖 就是这个道理 你根本就不懂 不懂教理嘛 你以为禅是什么 还什么双盘 单盘 什么盘 我们六十大师讲 禅不在坐 坐不在腿 听清楚了 我们男士还在讲 要单盘 要双盘 要怎么样 提之做法 要这样 我就不愿意批评了 对不对 很多所谓的大禅师 所谓有名的 堂堂世界级的大禅师 都在误导众生 可悲 五十九月 讲到二十六段 又有属生 名方便 所以又来了一个属生 四川的和尚 叫做方便 来拜见六祖 他善于塑像 他很会捏 捏这个捏像 塑像 就是雕塑 那么 六祖大师说 你这么会雕塑 那你就给我 雕一个像 看看吧 方便不灵止 来塑祖真 那这个方便的这个人 他是雕刻的 对不对 他就说 祖师说 你既然这么会雕刻 那你就给我雕一个像吧 好了 他就真给他雕一个像 可高其次 取尽其妙 这个眼色 脸神 什么都雕得非常的好 六祖大师看了 如善硕性 不善佛性 不善硕性 不善佛性 就换句话说 你的雕刻的技术 是很好 但是你雕不出来 我六祖大师的神采 又不出来 我六祖大师的思想 这叫做雕不出来 你可以雕出来硕性 但雕不出来 六祖大师的佛性 从以义务 拜礼拜而去 给他一点钱 送他一点东西 好了 你可以走了 这种就是 不可 如指不可叫 打发了 活埋了 听懂了吗 你不要以为 我们禅宗讲活埋 我们六祖大师 也活埋了 他不是把他活埋了吗 你很不错 你不错 雕得很好 给他一点钱 走吧 这不是活埋 是什么 二十七段 明皇开元 回头 七月一号 对门人说 我又要回到新州了 树里州籍 然后呢 他要回 回到 回去了 回到这个 他自己知道 快要远起了 所以他回到 六祖大师就说了 诸佛出现 由此涅槃 有来必去 你一场 无此行害 归必有所 什么意思呢 六祖大师说了 诸佛出现 由此涅槃 诸佛菩萨 他到世间来的时候 他要诸佛 诸现 诸佛八相 诸佛八相 就是首先 要到 多善内院 去 在那边stand by 从 时辰到了 他就从多善内院 入胎 出胎 出胎 然后完之后 开始 长大 出家 修行 修行完的时候 误道 误道完 度众生 度众生完的时候 然后他就 他就 四线涅槃 在涅槃境 四线涅槃 这个是 整个佛 在世间 所四线的 成佛八相 这是 华言经里面讲 他不可以说 到时候 走的时候 人就不见了 不可以 来的时候 也不 可以说 我就在后院 一个莲花上 我就盘坐 我就 这也不可以 所以呢 他必须要 到世间来 的时候 要变成 世间的人 有来必须 你这个身体 他讲的是身体 身体身下来了 他必须要有 有来 就要有去 这就是 身面相 身面 无此形害 规避有所 我呢 也是跟 世尊佛一样 我既然来了 我要 建一个 色身 这个色身 我走的时候 要留在什么地方呢 规避 有所 就是 他是讲 他的色身 不是讲 他的法身 他的法身 他走的时候 他就走了 他怎么样 把这个色身 留下来呢 这一句话 我记得我们跟 Michael在翻译的时候 我们 研究了很久 夜落归根 来死无口 什么叫做 来死无口 这边 大部分人解释 都是 在来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定数 来死无口 他走了 留下一个色身 那我们六祖大师 慈悲 留下的是 真身 留下的是真身 不坏的真身 让我们 亲身看到 这个不是虚幻 这个不是假的 因为 在世间上 有太多人 不相信佛教 有太多人 不相信 我们佛教的真理 所以 六祖大师 慈悲 他就 视线了一个 真身 不坏的真身 像 然后 给世人 去看 让世人 去理解 你虽然悟到 你要是悟到 悟到之后 等等 那么 那么大家一定 有机会 今生 一定要到 这个 潮西 韶关的 潮西的 南华禅室 去 朝拜 我们六祖大师的 真身 在中国 我们南华禅室 打了一个 残棋 我们在 打残棋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 殊胜 非常的殊胜 因为 我是一个 居士的 生 一个 学者的 生 南华禅室 是第一次 允许一个 居士 学者的 身份 在那边 主持 残棋 听清楚 我们有很多 很殊胜的 姻缘 你们不知道 你们根本就是 当耳边风听 当耳边风看 很多 高僧大的 想去 南华禅室 主棋 门都没有 根本就不 给他们去 所以我们 这边 主棋 我们在那边 打了一场残棋 非常的 非常的殊胜 非常的殊胜 我记得我们 用棒喝的 法门 然后那个时候 好像在 我们在二楼 三楼 还是在四楼 的地方 也有一个 法师 残师 所谓的 残师 在那边 主棋 他教的方法 就是教大家 修定 坐在那边 打坐 定 不要动 结果一听到 我们底下 又是棒 又是喝 把他们 搞得他们 三天 心神不灵 下来 抗议 跟这个 主持 说 哎呀 我们在这边 修定 他们楼下 在那 棒喝 又棒又喝 闹翻天了 他们还派人 到我们这边 来看 我说你看 看什么 懂就是懂 不懂 傻来 在世间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 游方 世间 为什么要 行脚 四方 你自己 破山 无道 没有用的 你关起 家来 你在家里面 自己自己 陶醉 也没有用的 你看不到 世间上的 那些 那些嘴脸 你看不到 那些 所谓的 虚假的嘴脸 来自五口 anyway 讲到这一段 一讲 下一段 下一段 就二十八 又问 这个有 有门人就问他了 师之法眼 何能传授 老师 六祖 大师 你的法眼 心法 眼是什么呢 为什么叫法眼呢 法眼 就是 你能够 引导众生 破山 悟道 的心法 跟手法 叫法眼 今天 你们进我的残堂 你们进来 我大概一眼 就可以知道 这一场 谁可以破山 谁不能破山 大概 十之八九 不会错 你们自己破山了 你们有这个本事吗 你们有这个功夫吗 你们有这个心法吗 你们得到了这个传承吗 没有 这叫没有法眼 众生 我普渡众生 阿猫阿狗来 张三里次来 我通通给他渡一渡 这叫什么 法眼 何人传授 你的这一套功夫 交给了谁 大家要读六祖 谈经的时候 你们要特别注意 到最后 六祖大师 他召集了 他所有的弟子 三十六位弟子 三十几位 弟子吧 大概是 有在附属品 在附属品里面 有教他们 你们将来 我走了以后 将来你们要去度众生 怎么度众生呢 你就要用三十六对法 什么叫三十六对法呢 张三说动 你就说西 他说白天 你就说晚上 他说人 你就说鬼 他说动 你就说西 他说南 你就说北 三十六对法 你们懂吗 你们读六祖谈经 读了这么久 有几个人懂 什么叫三十六对法吗 为什么他用三十六对法 这就是他要用世间人的一个打破世间人的观念 让他们 我说黑 我就偏偏说白 这就是要打破世间人的一个观观法 观念 所以碰到禅师 他是胡说八道 他喜怒笑骂都要胡说八道 为什么 他就必须要打破你的一个常见 你平常执着的见解 你平常执着的见解在常见 打破了之后 用什么东西来打破呢 用用 体相用 先要把你的用 跟用跟相 执着的打破 打破完了之后 你才能够回归到体 最后才言语道断 心形触面 到最后全部讲的 出口就错 你一出口 我就一棒子下来 你出口就错 怎么做都不对 就这么简单 说什么都是混蛋 都是狗屁 你还乖乖的必须在那边听 你还不能够反驳 你还不能骂我这个蚕食 说乔某人胡说八道 你说我胡说八道 我就给你亮耳光 就是要把你的这个念头 给你打掉 打完之后 你才能够进到 一个言语道断 心形触面 怎么做都不对 怎么做都要挨棒子 东一棒 西一棒 打死你为止 打不死 打不死 那你就是 你就 你就握不了道 残门的手法 你们听懂了吗 你们看得懂吗 六祖谭静 有几个人看得懂 为什么要用三十六对法 他发神经病了吗 不是 他就是有统一辩证法 你说东 不对 你说西 不对 你说南 不对 你说北 不对 你说什么都不对 就是这么简单 那到底什么是对的呢 你就要去掺 掺出来的东西 跟你的答案是无关的 这就是残门的方便法 特别殊胜的方便法 我常常在中国碰到很多学者 我就问他 你不要跟我谈什么 什么什么这个品 剥落品 什么品 我就问你一个 附属品你懂不懂 附属品你不懂 那你根本就不懂残法 你根本就不懂六祖大事 你也根本不懂六祖谭静 他最精华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叫辩证统一 六祖讲的没错 你说东我说西 你说南我说北 不管你东西南北 都是空的 我说他都是空的 有什么用 我说空的你不信 我说不对 就是不对 对付众生就是这样子 愚痴的众生 就要用愚痴的方法 他就问六祖说 你的法眼传给谁了 祖师就说了 有道者得 无信者通 哎呀 这句话可是难了 有道者得到 无信者通 有道的人 什么叫有道的人 你如果真正了悟了佛禅法的心法 你就很容易得到心法 如果你悟到了禅中修行的 无信的法门 那就自然而乱 就会通达 就能够破产无道 有道者得 无信者通 又问 后末有难佛 后末有难佛 然后呢 他的弟子们就问他说 这个将来会不会有灾难呢 很多的祖师 都有灾难 祖阅 五面后五六年 这是他面后五六年 有一个人会来取五首 听五纪言 他就会来看我的头 头上养青 口里虚掺 欲满之难 养柳为官 这就是我们六祖大师 所讲的一个纪 讲的纪就是预言 预言 预言就是说 有一个 有一个人 有一个刺客 他没有钱 嘴里 家里 没有办法 养家 所以他就会 为了钱 而来取我的头 欲满之难 这个 欲满之难呢 我们上次是怎么解释的 杨柳为官 就是有一个为官的人 这个做官的人 这个来判决 这句话我记得上次是怎么讲的 我没有太注意 anyway 他是说 他往生以后五六年 结果呢 是 有 故事好像是讲说 有这个 在北方还是在 还是在 好像是在这个 韩国还是在什么地方 anyway 有一位 这个 有一位这个 法师吧 好像是法师 还是谁 非常崇拜 这个 六祖大师 所以希望把他的头 取来 供养 那就用了这一个方法 后来还是被抓到了 anyway 这段 故事就讲说 他的一个法难 他的难 还有一句话 蛮重要的 约 五去 七十年 有二菩萨 从东方来 一个在家 一个出家 同时 新化 建立五宗 替己前男 操容法师 这一句话 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 我们六祖大师的预言 六祖惠人大师 是公元 六百三十八年 出生 公元 七百一十三年 入灭 总共活了六十七岁 那么 他说 我去七十年 那么 六祖公元 七百一十三年 往生的时候 再加七十年 就是公元 七百八十三年 左右 公元 七百八十三年 左右 那个时候 六祖大师说了 有两个菩萨 一个是出家 一个是在家 你们听清楚 一个是出家 一个是在家 换句话说 在家局势 也可以 弘扬禅法 不是只有你们出家 剃头的才能 公养 禅法 那么 七百八十三年 我翻开了 我们的禅文历史 我编的这本 中华禅文年表里面 那么 正好 马祖道一 是七百零九年 到七百八十八年 所以 马祖道一 刚好是在这个年代 在这个年代里面 还有一位 石头西迁 是公元七百年 到公元七百九十年 也是在这个七十年之内 换句话说 六祖大师说 他的徒孙 因为六祖大师 他有三十三十五位 五位这个 传心法的 或者应心的人 有的人是跟着他禅修 有的人是已经本身悟道了 来应心的 所以总共加起来 大概三十四五位 总共三十四五位 那么其中有三位 是特别的 不止三位 特别的优秀 一位就是 南越淮让 南越淮让组织 他自己本身建了六祖大师以后 经过了六年还是七年 他有一段公案 他跟六祖大师讲的一段公案 那个公案 现在想不起来了 他就是两个对话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淮让呢 就花了六年 还是七年时间才悟到 那么六祖大师应可 应可以后呢 淮让禅师就一直跟在六祖大师的身边 六祖大师公元七百一十三年往生的时候 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就离开了 那是当时都离开了 所以淮让呢 就到了南越恒山 到了南越恒山 在观音寺那边 有没有个观音台 据说那边有马祖道义 还有六七个师兄弟在那边修行 所以他就到那边去度他们 是他度他们呢 还是他碰到他们呢 这个公案说不清楚 那么马祖道义呢 本来不是跟着这个 跟着这个 淮让 他是在四川成都的宝堂派 宝堂派 所以他修的禅法 是韩国一个禅师 叫做空 空什么禅师 到这个成都 然后来悟道 就留在成都的宝堂寺 宝堂寺现在 那是在成都的叫做大祠寺 大祠寺 那么 我跟他们祝词很熟 那么 他们是讲的是无助 讲无助无心 三个无助无心的禅法 那么后来 马祖道义 也到六七个师兄弟 就到了恒山 到了恒山呢 在观音台那边修行 修行完了之后呢 这个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淮让就去 看他们打坐 每个人都在那边打坐 打坐完 他就在旁边磨砖头 就吵得很 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吵 就跟我们在南华禅师 打气的时候 上面正在打坐 我们底下在棒喝 把他们吵得不得了 我们误破战误道 他在那边烦死了 那么这个马祖道义就问六祖 问这个怀让 说你们在干什么 我在磨砖呢 他说你磨砖干什么 我磨砖要做镜子 他说磨砖怎么可能变成镜子呢 磨砖不能变成镜子 那你们打坐就能够成佛吗 听清楚啊 你们打坐能成佛吗 马祖道义听 诶 有道理啊 诶 他误道了 所以马祖道义误道以后 六个人里面只有他一个人误道 到最后呢 这个他们就离开了 离开了恒山 离开恒山以后 他就没有再跟马祖 没有再跟南越淮让联络了 就十几年没有消息 后来淮让快要远及的时候 他就派他的弟子去打击 这个马祖道义到哪去了啊 马祖道义走江湖去了 走江湖就到江西湖南 叫做跑江湖 我们现在讲 跑江湖跑江湖 就是那个时候马祖道义 带了一批弟子到江西湖南 马祖道义的这个舍利塔 是在江西的宝风禅室 我去朝拜过 跟你们讲过 那边就是江西佛学院的院子 那边盖了 那边有两百多个产子 就在那边参残 每天就在那边参残 这个就变成了南越派 南越派 那么石头西迁呢 石头西迁的师父是这个 清元行师 清元行师 清元行师呢 当时在这个六祖的禅堂里面 它是首座 记住啊 它是首座 首座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这个 它大概不晓得年纪大 还是乌道 还是乌道 还是怎么样 它这个六祖大师请他做首座 那么我们六祖大师 露面以后 他也走了 他就到清元山 他就到清元山 住在那边 那个时候 石头西迁 还是个小和尚 石头西迁只有九岁 他九岁就跟在这个 跟在这个六祖大师的旁边 身边啊 那么五祖是七岁就跟在四祖的旁边 所以他九岁跟在六祖身边也不稀奇了 所以呢 他跟了很久 当到这个六祖大师要露面的时候呢 石头西迁就很着急 他说师父啊 你走了 我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这个六祖大师就说 寻思去 寻思去 只讲了三个字 寻思去 那么六祖大师走了以后 石头西迁还是留在 留在这个南娃山寺里面 一直到十八岁 十九岁 他才能够 才能受戒 才能受戒 算是正式的和尚 所以他在里面待了蛮久 待了蛮久之后呢 而且那个淮让也很喜欢石头西迁 淮让 那个石头西迁在那个医院里面 是小孩子嘛 大家都很喜欢他 很喜欢逗他 所以石头西迁 这个淮让也很喜欢他 希望做他的弟子 奇怪 他就是不对 石头西迁就不喜欢淮让 我就不当你弟子 等到他出家以后 等到他受了戒以后呢 他就说怎么办呢 他的师兄就告诉他 六祖大师不是交代你寻思去吗 突然想起来了 对啊去找这个 找这个青园寻思 所以他就到青园山去找这个寻思 找到时候 他跟他是师兄弟啊 一个青园寻思是首作 这个时候 石头西迁是小徒弟啊 然后呢 他们就 他就找他了 过了十八年了 过了十几年了 对不对 就找他 找他完了之后 这个 清园寻思就问他第一句话 你还认得我吗 他们两个师兄弟啊 就笑 然后就他就是 这个他就算他这个 不晓得 就算他这个悟道啊 就算他收他为弟子了啊 所以呢 石头西迁是这样子 本来是师兄的 就变成徒弟了啊 然后呢 就传承下去 就建立了两大派 一个叫青 一个叫做青园派 一个叫做南岳派 那么青园派底下又产生了三个 三个法脉 渔门中 渔门中这个法眼中 还有这个 还有什么 龟阳中 那么 是这个 马祖道义底下 白藏禅师底下 一直产生了我们的这个 灵机中 朝洞中是在 青园派下面 那么就一花开五叶 就这样结果自然成 所以呢 我们六祖大师的这个 这个预言是正确的啊 七十年 正好 这个是碰到两个东西 还有一个东西非常重要 当时呢 在公元多少 公元 哪一年的时候 这个 看一下这个记录啊 Anyway 当时呢 朝廷立神会为弃主啊 很重要的一个一个历史啊 因为神会有功啊 我讲过了 神会当时是这个 因为这个 神秀呢 神会是跟过神秀修过禅 修过禅法的 所以他是神之辈的 一个他的大师兄叫神 师父叫神秀 他是神会 后来他觉得他的师父的这个法不对 后来就投奔到这个 投奔到六祖大师啊 六祖大师骂他为知己之徒啊 那么 那么但是呢 神会呢 神会呢 立了大功啊 当时呢 因为这个武则天 请这个神秀到宫里面去 所以朝廷宫里面 全部都是 都是学的神秀的法 而不是学了六祖的法 因为他请六祖去宫里 六祖不去 所以呢 到了这个 那一年的时候呢 这个 安禄山叛变 安禄山叛变呢 郭子仪啊 就是我们这个 郭宝林啊 宝林的祖先 郭子仪 当时是这个唐朝的大将军 就这个来 讨伐这个 安禄山之乱 那么安禄山之乱的时候呢 他需要很多军饷 需要捐款 所以呢 神会呢 就帮他卖和尚的度蝶 当时呢 如果你不去当 不肯去当兵的话 你就要当和尚 你当和尚 你就不要当兵 所以呢 很多人就是为了要逃避兵域 所以就跑去当和尚 当和尚就要交钱 买度蝶 那神会就卖了很多度蝶 那这个钱呢 就交给了郭子仪 去买枪炮 所以呢 打赢了这个 以后呢 我们这个郭子仪呢 就感恩神会 神会就趁机说 请你这个跟皇上 那个时候中中 好像是中中 就告诉他说 你要这个赶 要怎么样 后来他们就立神会为七主 立神会为七主 同时立这个神 会能为正式的六主 所以从六主开始 七主 这都是神会的功劳 就是要立神会为七主 那么当时呢 因为这个清元派跟南岳派 已经都成立了 所以当时他们就不承认 他们就不承认神会是七主 那么所以因为六主大师 以后就多传 多传 凡是能够误道的人 有道者通通都能够得法 无心者通通都能够通 多能够当祖师 所以大家都当祖师 所以就不承认他的七主了 不承认他的七主呢 所以呢 我们神会呢 他就 他是 他是叫做 叫什么宗啊 叫 他建立了一个宗 然后呢 他的弟子 很有名 他的弟子就是 就是那个 华盐中的五祖 龟丰 龟丰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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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华盐的 华盐的五祖 同时也是我们禅宗的 神会的弟子 所以他等于是 也是六主大师的 六主大师的徒孙 那么当然还有 其他几个祖师 我们以后再讲 还有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 在公元781年的时候 公元781年的时候 那么我们禅宗 由摩河岩 传到了西藏 这个是一个历史上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事情 那么在公元 763年的时候 摩河岩把 到西藏去传禅宗 这就是我们禅宗 传到了西藏 当时是奉赞普命 开始禅门 然后到拉萨 到拉萨去 叫令说禅 说禅 辩定 这个同时还辩论 这个禅宗 是非的问题 那摩河岩 开始禅门 那么修法 所以在摩河岩 进藏的时间 是公元781年 那么到现在为止 所以南老师说 禅宗就是禅宗 禅宗就是密宗 也有一点点小小的道理 就是从这里来的 因为禅宗曾经征服过密宗 征服过西藏 到后来是另外 这个占普 摊布寨的时候呢 就从印度来了一个 来了一个 一个法师叫什么名字 他是用的 使用了一个 比较下流的手段 搞了一点小神通 搞了一点小神通 就把那个西藏王给迷惑了 迷惑就判这个 判他胜利 然后就判这个禅宗失败 到最后摩河岩 是创毕自杀而死 这是蛮惨烈的 禅宗在西藏 有一段非常惨烈的历史 也就是在公元780多年 刚好都在这个时候 所以也都是在 六祖大师 露面以后的70年之内 产生了中国的一个禅宗 慢慢就成为一个形态了 从那以后 我们禅宗就开始 从南越跟清源两派 一直延伸下去 一花开五月 一直到现在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一段历史 那么 接着我们二十九段 然后二十九段 就是六祖大师就回去了 直观朝西 然后他就入塔了 这边就不讲了 在六祖团经里面有讲 那么 寿年七十六 活到七十六岁 那么到了最后一段 到了公元七百六十年 公元七百六十年 公元七百六十年 也就是六祖大师 公元七百一十三年往生 他七百六十年的时候 唐宗宗 那么就要把这个 把这个梦道 梦道这个 要把这个六祖大师 一博请到朝廷去供养 但是到了公元七百六十年的时候 他就梦道 六祖大师托梦 六祖大师托梦 那个时候六祖大师 已经露面了五十多年了 露梦 托梦 托梦 要他把六祖大师一博 还到庙里面来 这个皇帝也没有办法 赶快就把他还回来了 后来 这个六祖大师的袈裟 有四次被人家投走 他很快就被人家找到了 所以这个袈裟 是大家都要投 现在这个袈裟在哪 还是不知道 Anyway 这就是整个六祖大师的 一个生平 我虽然讲了蛮多 扯了一些无关的东西 但是这些无关的东西 是很多人在读六祖大师 生平的时候 所没有注意的事情 因为他的一个影响 非常非常的大 那么他建立了我们中国的禅宗 事实上 我们这个中国的禅宗 从六祖大师以后 那么就是完全中国化 完全没有 也不看这个仁切经了 是以金刚经 五祖大师以前都是以仁切经为印心 那么六祖大师以后 是以金刚经来作为武道的异形 所以这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 周折转成 好我想我今天的六祖大师的生平 就讲到这边 我们出去一下再进来 下一个钟头 就是我们大家自由讨论